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我們今天兩送一湯 哇!好! 我媽媽又出場了 多謝媽媽 她的食譜都留給我們 我和我妹妹 現在大家一起 都會偶爾拿來看看 我就會和你分享 今天我們煮什麼 兩送一湯呢? 我們就煮這個 木瓜剪骨腰果湯 哇!我媽媽真的 接著有一個黃金翡翠 然後還有一個蒜蓉西芹雞 很直接的一個菜 家庭主婦們 以前都是這麼直接 唯獨是黃金翡翠 究竟是什麼家科呢? 立即開始煮了 假如第一次看我們這個兩送一湯的話 我們這個系列 最重要就是訓練大家 不是主食技巧 是訓練大家的組織能力 因為我們煮一頓飯 其實都很需要 你知道誰要先做 誰要做後 就是那個程序是很重要的 煮飯其實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做了最需要時間的先 那是什麼呢? 平時我會說是湯 但今天是一個 還要久一點的 我們立即攪拌一下 哇!有個蓋蓋著 是什麼來的? 冬菇 因為我們用這個熱水去浸 要焗一下 於是我就用蓋蓋著 浸了一會 我要繼續浸 因為它還未淋 那這些冬菇呢 我就建議大家 起碼浸一個小時 就最好 這樣才會透切 因為你的冬菇 如果不浸得透切 不夠軟的話 它是有機會 怎麼煮都不熟 就是這樣 於是大家要留意 留意了 OK! 現在我們做個湯 第一樣要做的 就是木瓜 我們要切一切開它 先用一個垃圾桶 如果你是即日做 即日喝的湯的話 就要買一些熟一點的木瓜 要不然你不夠甜 第一樣要做的 就是先把鍋子弄走 好! 接著我們就先切一塊塊 我會把它切六塊 那為什麼我們要切得細一點呢 因為我們會用刀去切 然後去拿走皮 這樣就快很多了 好! 大小其實是大小的 我會切細一點 因為比較容易吃 好! 切掉了木瓜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在繼續做之前 今天我們煮的兩順一湯 有兩樣東西我都不太吃 第一樣就是木瓜 第二樣就是西芹 但是我阿嬤真的很厲害 她知道我這些東西不太吃 於是她就用其他方法去煮出來 這樣煮湯我又可以 然後炒雞我又要吃 阿嬤真的很有智慧 超愛她的 好!繼續! 接著我們把剪骨去出水 記得是冷水落 煮滾了之後 我們就放在水後再清洗一下 這樣它就會非常乾淨 好! 剪骨預備好了 木瓜剛剛又切好了 然後腰果 這些腰果是生的 記住生的 然後我們有一些蜜棗 好!接著我呢 就喜歡放些鮮味 這個就是日月魚 我阿嬤的食譜 其實沒有放日月魚 你也可以選擇不放日月魚 就這樣煮也很好吃 好!預備一個鍋 和水 接著我們就放些骨 木瓜 腰果 火 日月魚 蜜棗 煮滾 然後關小火 千萬不要開蓋 然後再煮 大概一個半小時 這個湯就可以喝了 好!接著我們就要醃那個雞 這次我們就是用雞扒 我們就用一塊 我的一塊已經夠了 切了這些厚身的肉 好!出來先吧 接著我們要怎樣呢 因為我們這次是要切條的 大概是這樣的尺寸就可以了 好!在這邊 切好 放進去的兜裡 切好之後 我們就把它醃了 醃的材料都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就有這個蠔油 砂糖 接著我們就拌拌它 拌勻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放這個木薯粉 也是俗稱的泰國生粉 好! 好! 然後 少許蛋白 這個呢 就要下手了 好! 拌拌它 其實呢 放這個蛋白去醃肉 你經常都聽過很多人做的 但是呢 原來這個process 也有個名稱的 英文叫做Felveting Felvet是什麼呢? Felvet就是絲絨 那絲絨是怎樣的呢? 質地就是很滑 哈哈哈哈 於是蛋白 放在肉裡 會令到肉更加滑 於是他們的名字 在英文上就叫做Felveting 又學一下英文了 醃完之後 保鮮紙包實 放到雪櫃 煮之前20-30分鐘 拿出來 好! 好! 接著我們切西芹 好! 你不要了 接著我們斜切 好! 西芹切完之後 我們磨完這個新鮮蒜蓉 你這個蒜蓉西芹雞 就已經是預備好了 當然 臨煮之前 還有少許調味料 在煮的時候下的 但是基本上 你已經是預備好了 兩個菜 還差一個菜 嘩! 我媽媽真的 我覺得是超厲害 因為很快已經完成了 現實生活中 我只不過是用了半小時 嘩! 正啊! 繼續吧! 好! 接著我們要預備 黃金翡翠 究竟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 這兩樣的 聖瓜 還有 不知道為什麼 老一派的人 很喜歡 煮菜 油炸鬼 所以今天我們 又有油炸鬼了 耶! 正啊! 好! 我們先處理聖瓜 聖瓜 其實我們不會 披披皮 只是披披位 於是如果我們用刨 就是刨這些位 這樣 這樣 好! 這樣就繼續了 好! 刨好 接著我們 切了頭尾 不要 然後我們 用刀切 它 切的大小 我覺得可以比 冰冰波小 好! 好! 因為其實 聖瓜 煮完之後 它是會熟的 所以 也不要煮太久 你不要以為 一條很多 其實很快就披披 完成 接著 我們切的金菇 為什麼我們 不先拆了包裝 因為其實 金菇的尾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不過我也要說一說 金菇的尾 其實我們不要 我們怎樣 會乾淨一點 就是連包裝袋 然後一下子切下去 我說切多了 因為 我不知為何 尾 很坦白 接著 拿出來 很棒 金菇一包 我們不要太多 那就視乎你 如果你覺得 我很喜歡吃金菇 那你就用完整包 我呢 只用一半 另外一半 我就保鮮紙包 但是 也不能等太久 最好 一、兩天之內 就要攪拌 OK 好 接著 我們要切一下 我們浸了的冬菇 渣渣點水 接著 我們就 把釘切出來 假如你覺得 用刀切釘出來 很麻煩的話 就用剪刀 然後 我們就切條 OK 就這樣 這五粒釘 我們可以怎樣做 你正在煮湯 放進去 不太確的 放進去 然後 你再切多兩片薑 基本上 你那些切切剁剁的東西 都已經完成了 唯獨是剩下的一件事 你要做的 就是 切一切那個油炸鬼 好 切油炸鬼了 其實我們不用用完整條 我們切少少 不過最好是用一些有鋸齒的刀 最好是麵包刀 長身一點 你可以切多一點 我們就在這裡切 大概半條左右 這樣就夠了 剩下那些 是不是下午茶呢 好了 切好了這個油炸鬼 但其實還未完 因為根據我阿婆的食譜 這個油炸鬼還要再炸一次 不是的 作為一個乖酸 我當然是聽阿婆的話 我們現在去炸東西了 我開始明白 為何我阿婆做的食譜 是這麼好吃 因為很多食譜 都是用油去炸一下它 為何這麼說 除了剛才說的油炸鬼 我們要再炸一下它之外 目的其實是 將油炸鬼再炸得脆一點 然後弄碎它 再灑在聖關上面 其實是很好吃的 好了 第二樣要炸的東西 其實是酒油的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雞肉和芹菜 我呢 就要跟著我阿婆去做 你不需要做這個酒油的過程 你只要在鍋裡炒熟那些雞 和芹菜就可以了 不過我想做一次給你們看 我阿婆的時候是怎樣煮飯 給我們吃的 於是乎就是這樣 事不宜遲 來吧 好了 油已經是熱了 我們首先攪拌油炸鬼 已經很快了 你看 搞定了 你再等它吹一吹 它就會很乾爽很脆 就是這樣 然後呢 我們就要把雞酒油 火要大一點 因為溫度是會降低的 好,來吧 好 走人 用個燒機裝著它們 嘩,怎麼會不好吃啊 真的 然後呢 我阿婆說要走芹菜 好 好 走完 放進雞裡 然後呢 一定有很多人問 嘩,你這麼大餐油 就算我想走油 這裏的油 我也不知道之後怎樣做 我呢 可以告訴你 我阿婆呢 其實呢 就將這些油 它叫做熟油 因為真的煮了 然後呢 就放在鞋裡 然後慢慢煮飯 就在鞋裡煮熟油 去炒一下菜 炒一下肉 就是這樣 於是乎呢 那鞋油呢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尤其今天有些雞味 有些芹菜味 於是它炒其他菜 都特別香的 哈哈 於是就是搞到這樣 激死醫生系列 第一集 哈哈 都不是第一集了 Anyway 繼續 好了 現在呢 其實我們可以開始煮飯了 那麼這個湯呢 如果是神早煮好了 的話呢 現在可以加熱它 那麼我們呢 就會煮這個黃金翡翠 先的 因為呢 那個雞和西芹呢 基本上呢 已經是半熟的 一陣子我們 就這樣埋牙炒一炒 它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就煮了個聖瓜 好 現在呢 我們就燒紅了個鑊 我們呢 就用回剛才呢 泡了油的那些油 這個簡直是好像我媽媽那樣做法 是 然後呢 我們下兩片薑 那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呢 是一個中大火 我們要爆一下一些聖瓜 的 基本上呢 這個步驟呢 其實呢 有一點點像西方煮法 就是叫Sweating 將一些蔬菜去Sweat 那些水分出來 那我們呢 這樣去爆一下香的聖瓜 它一陣子呢 那個味道就會濃一點 一點點了 那也都呢 沒有那麼泡 好 關火 放回剛才的盤子裡 接著呢 我們就繼續煮菇了 好了 趁那個鍋呢 還是熱了 那我們呢 下一點點油 然後呢 我們就爆這個金菇 冬菇 這個火呢 我們可以用中 或者中大火都OK的 爆到差不多 兩下呢 蘸酒 然後呢 就下調味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關小火了 我們下雞湯 胡椒粉 鹽 糖 麻油 然後可以調大火了 那你就要預備定一個 木薯粉的芡 當然你可以 生粉芡也可以 但是你說好不好 粟粉芡呢 我覺得粟粉芡的回水能力實在太高了 即是很快會稀 所以呢 建議大家 用這個木薯粉 或者甚至乎那些生粉 即是Potato Starch 煮一煮它 我們呢 要隨它煮一陣子 因為我們想煮一煮冬菇 讓它入少少味 大概要煮多久呢 你再讓它煮多一分鐘左右 OK 好了 煮了一分鐘之後呢 我們就調大一點的火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聖瓜了 然後呢 兜一兜它 OK 嗯 好像已經很棒了 好了 然後呢 我們就埋獻了 小心點 最好呢 就逐筋逐筋下去 不要一次過筋那麼多 然後先煮一煮 因為呢 它是要煮一下才會稀 的 好了 可以多加一點 這樣 好了 你認為OK 醬汁上了 掛到的話呢 那你可以上碟了 耶 炸炸炸炸鑊子之後呢 我們又要再炒一炒雞了 鑊已經燒紅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用這個中火 爆香蒜頭 加上鹽 木薯粉 下去 不要太久 馬上加上雞和芹菜 哇 真的很香 不要開玩笑 炸兩炒 這樣就可以了 開飯了 哇 正呀正呀正呀 先嚇一口湯 哇 好舒服 木瓜好甜 好正 好香 其實一直煮的時候呢 這個湯呢 是很香的 因為有那個腰果味道 非常好 好 吃東西 試一下那些聖瓜 你看到鋪了些 再炸的油炸鬼了 已經 嗯 剛剛好 豉油雞 嗯 好滑 非常好 再加上一口飯 好飽味 多謝阿媽 Thank you 哈哈 走了呢 都還在教我 哇 非常好 非常好 記住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 不妨跟一下 今次這個兩送一湯 做一下 It's very good 真的很好吃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就是Like 多謝大家 開飯